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陳茂波在今天公佈了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最多人提及的一定是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 不過看來市民對於這份財政預算案的滿意程度都是甚低 很多人都認為是不收貨 因為你派這個電子消費券的時候 為什麼不索性派錢呢 因為市民肯定是想炎兜兜截演 就好過你這樣分五個月 每個月就給1000元的電子消費券 這些就為之倒行不倒廢 而且你還有很多東西是為人救病啦 你去搞這個電子消費券的派發 行政費竟然更多過派錢 為什麼你不索性派錢呢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到底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那些民生紓困措施有哪幾個重點 第一當然就是要分期發放合共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 所有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和新來港人士都可以領取的 即是新移民又5000元 三顆星絕舊七年的又是5000元 發放形式是怎樣的呢 就是每個月發放1000元的電子消費券 連續五個月發放的 這些電子消費券有效只有一個月 過期就無效了 換言之是不能累積的 那個月就要花光它了 那到底是會通過哪些平台來發放呢 那特區政府就打算 跟八達通、Payme和支付寶等等 現有的電子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去合作 但是就不包括信用卡 那就是這筆錢不能夠拿來找卡數 那適用範圍在哪裏呢 就包括了本地的零售和服務商戶 還有就是網購的平台 那當然啦 那些商戶或者是網購平台 它必須要接受政府指定的發放工具 來收費才能用得到 即是說街市那些 如果他收開這個神紗的 那大家未必能用得到 用不著了 好了 不適用的範圍是什麼呢 就包括了交通津貼涵蓋的交通工具 以及海外的網購平台 即是說就算網購都一定要在本地的網購平台買東西 實情這樣的消費券 無非也是仿效澳門政府 我不是說要做百壇齋主 只不過澳門政府在派發電子消費卡的時候 和特區政府所做的事情很不同 第一 人家的額度是不同 澳門政府在去年分了兩次來推出消費補貼計劃 第一期就是派三千元 第二期就是派五千元 所以加起來的時候就是有八千元 其次就是人家在推動這個消費補貼計劃的同時 也都是繼續搞現金分享計劃 是繼續每位成年人派一萬元的澳門幣 所以兩樣東西是同時進行 就不跟特區政府派五千元說得好像黃欣大赦一樣 這些完全是多餘的 因為所有東西都可以同時進行是multi tasking 誰可以說要是選派錢要是選消費券 如果你要二選一的時候 其實很多市民是寧願你截演的 一來市民又不需要限時限刻 逼自己在限期之前一定要花光那些錢 不然電子消費券就會化為烏有 因為你說明了不可以累積 二來你限定一定要在本地商戶使用 如果你派錢的時候 他喜歡買什麼都可以 他去外國網站買東西都可以 現在就不行一定要在本地商戶 所以很多人寧願你截演的 因為你二選一 其實就沒有二選一 澳門已經是誰犯全球 別人就證實了他在有限的資源底下 仍然是可以嘗試做足些 一邊派錢一邊派電子消費券 這個就是最好的選項 你又不是 你又變成二選一 好了 你消費券的安排也是很頑皮的 一來你的籌備時間又是過長了 看到那些報道就說 最快要是半年之後 甚至是年底 才會推出這個電子消費券 到時蚊也會睡 你本身在去年已經設立了一套派錢的制度 那為什麼你不去沿用這套制度呢 你都花錢去建立出來 那你照沿用的時候 照計的行政費就會低了 因為你不需要再搞一套系統出來 那你就照用這件事去派 你又幫助別人說 你去年派一萬 今年派五千就好像少了一半 實情你現在派這個電子消費券 人家都認為你是少了一半 事實上就是少了一半 那二來就是 你那個行政費 原來去年派錢一共是花了五億元 那今年派這個消費券 竟然間就說 預計要六億元 那肯定很多人就會質疑你 哇 是不是這次又要名益那些所謂儲值平台呢 為什麼行政費還會比上次為之高呢 好了 第三樣東西就是 你這個消費券 原來就不可以累積來去用 你一個月就派一千 又派連續五個月 其實這種做法就很愚蠢 你一派就好心派夠五千元 又要派又要懶孤寒 好像怕死那些人一炮過 走去買iPhone那樣 那澳門政府那個消費補貼計劃是怎樣的 人家派就是一筆過這樣派給你的 第一期就三千 第二期就五千 當然人家也會有一個消費期限 不過人家的消費期限就長很多 比如說第二期的消費補貼計劃 人家就可以在去年的八月到十二月去用 即是說前後就有五個月的時間 那你自己就用夠了 現在你也是五個月 不過你分開五個月 每個月計算 每個月一千元 那你就叫他買什麼 是不是去超市買送還是怎樣 好了 至於你說發放那個平台 又有些人擔心那個私隱的問題 那實情就不一定說要裝Payme 或者支付寶等等 因為據那些報道所說 就說特區政府都打算是和八達通合作 那麼八達通 他如果就算要追蹤你的話 他都只能夠知道你在哪些商戶曾經消費 他就不會說有那麼多在手機裡面的東西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張卡 大家都已經是用慣用熟的一張卡 所以長者都應該會懂得用的 是欠申請的地方 他就要上網申請麻煩一點 其實全香港都一個人不懂用八達通 那個人叫林鄭 所以這個私隱的顧慮 如果是很擔心的 當然就可以用八達通 如果用八達通都擔心的 那就不要拿 沒有辦法 但是不拿就很昂貴 我就建議一定要拿 因為這塊錢本身就是屬於市民本身 你不拿就白不拿 所以拿了它你可以去黃店消費 也可以去哪裡買東西也可以 當然那家黃店本身是要設置相關的支付工具 比如說它要有八達通機 或者它是接受Payme的收費 其實那些商戶都很靈活 一推行這個電子消費券的時候 他們自動自覺就會配合食客 因為黃店都要賺食 都要經營 要生存下去 我們又看看其他所謂的民生紓困措施 包括什麼 寬減百分之一百新諷稅 和個人入息貨稅的上限 就從去年的兩萬元 減到今年的一萬元 寬減百分之一百利得稅 也是從去年的兩萬元 減到今年的一萬元 就是說減了一半 這個安排對於那些打工仔女來說 可以說是雪上加霜 因為在去年大概有195萬人受惠 當中至少有755千人 是可以獲得全數的扣減 就是不需要交稅 以去年的上限兩萬元退稅為例 月薪大概三萬元的單身人士 已經是不需要交稅 對於那些剛剛在大學畢業 出來工作的未婚男女來說 這個退稅的安排當然是一件好事 起碼令到它減緩了一些財政負擔 今年本身就是減兩萬元 現在就變成減一萬元 慘了 就變成月薪兩萬四千元或者以下的單身人士 才能夠不用交稅 就變成二萬四到三萬這個月薪的區間 那些人就慘了 下年又要交稅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一條數 楊無出自楊身上 你今年說派這五千元的消費券 但是對於很多在職人士來說 他寧願你去退稅 你現在退稅少了一萬元 你派了消費券給他 他都補不回 對於中產家庭和雙職家庭來說 他肯定想你維持稅務寬免 就多於派什麼電子消費券 你派也不是問題 你不要把稅務寬免減少 你這一方面又說要刺激消費 另一方面如果他要交多稅的時候 他不一樣是緊縮消費 也是一條數 還有一件事就是 關於津貼派發額 那些中環、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等等 就會額外多半個月的金額 去年就是出商量 現在就是出一個半月糧 就是其中一個月 所以又減少了 財政預算案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首次披露了 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開支 這個財政年度有關的開支就是80億元 當局就說 涉款就是未來數年的開支 屬於非經常盛 即是說用在國安方面就要80億 不知用多久 他說未來幾年 他不夠錢的時候 其實都會再次來問你最佳撥款 問題就是 來到這一刻 到底還有沒有人是愚蠢 說要反對派錢 你想想 國安開支都80億了 你說反對派錢 那些人經常說反對派錢 要來建公屋 這樣那樣 到最後 你那些想法 全部就是落空 不如大家都現實些 他現兜兜肯折演給你 你就照收 應該就是爭取他派錢好些 你說現在派這個電子消費券 其實就搞得不湯不水 正式陳茂波自己所說的亞貿整餅 澳門是派得好過他的 至少人家不會限你那五千元 什麼分五個月派 每個月派一千元 還要那個月越清 人家也不會那麼愚蠢 五千元一炮過派給你 你喜歡買什麼就買什麼 就不像特區政府那樣 孤寒 每個月派一千元就派連續五個月 那你叫市民去哪裡洗呢 那他不就是去吃東西 或者去超市買東西就算了 這五千元電子消費券 其實就好像雞肋一樣 食之又無味 但是棄之又可惜 那沒辦法 大家都是唯有趙納 有就好過沒有 不拿就利益特區政府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